网页设计新手入门 请大家点选原始档底下的图示 这里是我帮大家在网路上稍微收集一下 针对网页设计的一个新手 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的观念跟心态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篇文章 你一定要对你的网站来要确定你的主题 不要等一下讲动物 等一下又讲职务 等一下又讲贸易或者是经济 这样子你的主题就不够明确 你应该针对某一个主题做发挥 然后当然你要去收集相关的一些资讯跟材料 接下来你要规划你的网站 你的网站要长怎么样 里面要有哪些功能 要不要有留言板 要不要有登入跟登出认证的这些使用者的机制 这些都要想清楚 那接下来你就要开始制作一些网页 依照你的这个程式能力来设计一些网页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篇文章好了 那你的网页的定位性呢 是很重要的 刚刚已经跟大家说明过了 应该针对一个主题下去发挥 这样子 坚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设计网页其实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坚持下去 到最后你一定能够把这个网页能够把它完成的 好 那么网站的类型 你要把它定位清楚 那当然呢 网站的程式呢 通通 当你规划都做完了之后 规划都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写这个网页的一些程式跟功能了 那你的网站标题 你也要把它想一个比较 让人家可以记得住的一个网站标题 那网站的关键字是让你的曝光率 增加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想好你的网站的关键字是什么 那么你能够唯一吸引读者一直来 浏览你的网站的 就是你的网站的内容 那你的网站内容一定要经常更新 一定要经常去维护这样子 那你的网站内容越丰富 那你的读者才会 持续来你的网站来浏览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 网页设计新手的一些建议